第11题,11题到第13题是体主 下列反应式是著名的哈勃法治安 利用氢气加氮气在适当的条件下产生氨气 此反应彻底改变了自然界的氮循环 现今世界上含氮有机肥料中超过4%都是由人类制造 第11题是问,请问平衡后细数总和为多少 我们看到前面给的方程是氮气加氢气会产生氨 那老师说,把最复杂的系数当作1或2 你看就知道这里的系数应该是2 因为这边氮有两个,所以这里应该写2 我现在故意把它设为1 表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,不清楚应该设为1或2的时候 我们就设为1 设为1的时候,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氮气 所以前面的这是两个,所以要变成1分之2 那这里已经没有东西了,就回去看氢 这里面有三个氢原子 所以这边的h2是两个 两个要变三了,变成2分之3 它才会变成所谓的三个 那么现在的系数已经平衡好了 2分之1,2分之3跟1 但是我们说过,我们必须是最简单整数比 所以全部都乘以2 1,3,2 所以系数和就是1加3加2会等于6 所以第11题问我们说 请问平衡后的系数总和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择是c6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